有看到有那種眼光那種閃閃的感覺 大家真的很感動對不對 就是以我那種落跑教師 然後再來看 就是聽他今天這樣分享 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然後也真的是有很多的 就體制內真的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不是老師的沒有熱血 而是 對 就我自己把自己 去年我把自己掉到天上去 因為我覺得天上一定要有熱血的老師去 然後我去了八個月 然後我等一下就浪跑了 因為我發現原來真的問題不在理 這是體制 那是一個永遠的唯利 對啊 所以就只好 那我加入特努部的可以嗎 好 你來這邊 好 OK 那我自己剛才做一堆筆記 就直接寫在上面 然後我真的覺得感動就是 真的是就是你在教 然後即使教到像學妹 因為這麼優秀的學生好了 班長的會有幾個那種學生嘛對不對 但是你還是會覺得 如果他們不在意社會的話 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好學生啊 的普遍的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其實是滿能感的 那就是能感但不是很不錯 就是因為你把他斷到這個體制 他會這樣被教養的 所以他其實 就像我口味讀書 但是就是他們朝半天搞什麼提示 反正我就會讀我的書就好了 他有點就這樣有點冷了 然後我就天啊我交出來就再厉害 不過就是以後不就奸商還是 貪官還是奸商 還是就是成為這種公務人員 然後就默默的 然後不敢反抗 然後上面說什麼就什麼 說要教育體健 然後你就是就是你講的啊 然後所以我就是覺得 的確是就是我們真的需要這樣特種部隊 然後這真的也不是體制內的老師 沒有熱血 然後不願意去翻轉 可是太多的翻轉 你到最後 其實我們 我這樣教了13年 已經經歷得到什麼 懂改 習改 教改 然後你到最後你就覺得這些 不管怎樣體制 不管這樣的升學體制 其實都沒有改變問題 只在加重問題 對然後 因為你沒有改變那個腦袋 沒有改變那個思維 然後太多東西落到體制之後 就變成上有政策 然後下有對策 然後大家就在罵 每一個人都罵 有些人就 有些人罵家長 覺得啊這都是家長 就是怪獸家長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怪學生 那學生他數字太差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 就擺爛 就不適任教師這樣 每一個人都在找自己的出路 所以後來我覺得 天啊我不能繼續再待下去了 就是我已經在先 我也在找我的出路 我就開始有一種 我也在這一種模式裡頭尋找 欸那我要做哪一種老師 說我還擺爛好 欸校長每天都坐在哪裡 然後等著人家來蓋一下 欸賺的錢還蠻多的耶 我是跟他一樣的 然後就裝蒙作人啊 好像也是一種 我就變混到你退休機嘛 對啊 但是我其實這樣不行 就是我沒有辦法每天去那邊 然後做我自己不相信的事情 所以我就決定辭職了這樣子 那我有問題嗎 呵呵 我有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就做結論就好了 因為其實 我想把問題留給大家講 因為其實說的問題真的太多了 因為我痛苦的是在你 有太多問題了 好 那那個 有沒有人想要發問 我想把這機會留給大家講這樣 OK 我會會或是人類的都可以 我們一起討論 我覺得我未必有辦法回答大家的問題 不然就是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 就是我覺得這只是我的精神 就是說 嗯 大家一起來思考怎麼樣 成為老師的助力 然後能夠讓教育變得更好 請說 阿里老師你好 那個 就是 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有 帶過幾次的那個 偏鄉的那種 呃 營隊服務團 對 那 就是我以前是蠻 蠻 蠻熱衷就是這種 服務團 因為我覺得說可以改變一點東西 可是 就在有一次我環島去 呃 一個育幼院的時候 就有一個孩子跟我說 就是 下輩子再見 就是 就是他 他知道你這次離開之後 他 就你就再也不會來 然後 從那次之後我就 呃 沒有再去 做這個服務了 那 我在想說可以怎樣去改變 一些東西 真的可以深化改變一些東西 那我想要問是說 就是這個遊戲啊 那 呃 雖然他當下真的很多感動 很多的想法冒出來 那他長期對 就是這些孩子們 真的會有改變 會有影響嗎 真的能深化到他們的心中嗎 就是我想要問的問題 謝謝 我覺得不一定可以 就像我剛才一開始講的 就像我剛才一開始講的 我現在真的能夠帶給孩子 我當然分享 他是有一定是最感動的 然後一定有一下殺戶的孩子 就是這樣 但是就是 最重要的是 你相不相信這些事情 這我也可以抽 就是真的是 師父引進門 小心在個人 就是你這樣說的 現在當中 你有說你真的不知道 你哪一句話感動到誰 然後 對啊 就是你那個種子排下去 你真的不知道 哪一天會發芽 對啊 有時候也就覺得 哇 我今天課獎超好的 這怎麼回家 聯絡部交回來 也許你以為他回去會 寫很多的感動 他挺心 啊那那那 對啊 但是就又被叫洗了這樣 對啊 所以 其實真的很難說 對啊 我對偏鄉的那個服務隊 我有很多的批判 因為我大學也有參加 服務性社會 旺鄉服務隊等等 然後我以為每次也都覺得 我是在消費這些孩子 因為他們有一個舞台這樣 那後來我也跟年輕情是一樣的 然後就不去做電視 那我覺得 就好像先生他 他抱持著一個信念 就跟 銀隊就 就像一般年的舞台一樣 他從頭到尾就不打算交流 所以這些能力不是我教給他的 是他自己學到 所以那個帶來的影響 我相信是聲援 就像那個神秘帝國的 第五代至高屋上 他自己舉了 就是他帶來的那個 他對恐怖痕的那個印象 那個影響力是聲援 不是我在公民課本上面跟他講說 恐怖痕什麼樣什麼 或者是 或者是像他們自己去黃路上 做神秘完之後 然後他告訴我一個 現在有一個探風存的一個 解決地球 然後我們還真的不知道 他問我說 誒 我也不曉得 除了天氣 其實我就會好像用什麼 就探 然後 他有一輩子就記得 就是說這東西是我探 他不是因為地理課本的第九課 然後講話 就是溫資消耗飛行 病態 然後碰到飛行 然後每次都看到那個 Facebook上面 結果我那一隻飛行 然後站在那邊 然後越來越想 你那個照片 他那個影響力是小的 因為他會忘記 但是如果這東西是他親身體會 他感受到 因為他有一個危機 溫資消耗危機 他如果不解決的話 他的土地直接就下降不敗 然後每一個game day就一直往下 他為了解決這問題 他必須要去思考怎麼樣解決 因為那很tricky的是 他在那個危機裡面 是一個簽文數字 就是如果你要整個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一個國家要花兩千多億 對那個A國來說 是一個根本不可能解決問題 這是狀況先故意設計 他們就必須得提出其他的解決方案 然後就是他 但在那個問題他就會學到一些東西 但是就像你講的 我不曉得他可以帶給孩子怎麼樣的改變 但是我覺得相信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Johnny先生非常非常相信孩子過的一些改變 就是因為他從頭到尾都不打算教孩子任何的改變 就像我剛剛這一開始 最最最最最一開始我講的 今天我的講的也是 邁向一條向孩子學習的道路 Johnny先生常講說 他說我在教室裡面總共有36個老師 他說其他35個都是我的老師 他說我不斷的在跟他們學習 然後就因著我剛剛跟美多講的那段階段 他真的是這麼想 他握著我的手 他說你們是我的希望 這些孩子是我的希望 當我們每一個人 我覺得不是老師喔 每一個人都抱持這樣一個信念的時候 希望就是我們現在在更好的時候 我們的相伙不只會真的延續下去 不是就是在概念上面的相伙延續下去 也是真的把這樣的相伙的事情傳遞下去 然後讓他們一起改變這個世界 這樣好不好 謝謝 那Emron我看有其他的理論 請說 或是回饋都好 我們一起來討論 哲宇就是非常的感謝 你今天來分享這個主題 然後就是很多故事 真的讓我非常的感動 那我想要問的問題就是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這個遊戲 它適用的年齡層大概是幾歲到幾歲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現在就是這個主題是世界和平嘛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發展一套是 適用於台灣的一個台灣和平遊戲 或者是兩岸和平遊戲這樣的一個想法 對這是我的分享 OK我先回應第二個 因為第一個我忘記了 適用年齡 適用年齡 然後我想要延續一下 因為剛剛有朋友說 他們其實今天以為是可以來玩遊戲 或者是可以來看這個遊戲講什麼樣子 那它是不是適用於大人 好多人問這個問題 超級多人問這個問題 我又要再講一次個故事 就是John的先生他 我們那時候Messive Class去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看他 他說他可以讓我玩 我們剛好35個可以抽筒來玩 之類的 然後我每次看他們知道我自己都好想要玩 但是就是 他說其實是可以的 他在他的教學經驗戴過兩次 我也忘記了就是他帶過幾次好了 他帶過幾次大 他那時候其實經驗是不好的 因為他覺得就是改變大人 就是那個CP值比較低 他覺得改變小人比較好 而且他說大人喔 大人反而 就是大家會覺得就是說 好像越小孩子破不了關 沒有他說年輕越大越破不了關 真的 就是因為他說大人都有一個房價在 所以沒有辦法結果 就是你如果想了出來 現在有溫氏效應的溫氏效應 沒有 就是想不出來才解決不了 對不對 那他的試用年就是 他一定要四年級以上 所以因為一到三年級 他的那個危機文件 他至少就需要一定程度的語文的 閱讀的能力 所以三年級以下是比較不建議 然後就是John先生說到四年級以上 然後到基本他到大學也有帶過 他有帶過一個大學的林頓 他帶整整一年 然後那個Dux也有一次 就那個危機文件是 哇就是 總共連續了一整年的 就超級大的危機這樣子 那就是他有嘗試過這樣 那他說他很痛 他帶過的時候他帶也不帶 他覺得很痛苦這樣子 就是每一天都很覺得有點緊張 因為他的溫氏效應就是一個 完全失控的教室 真的他就是完全失控的教室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 還是哪一天會按下那個盒子 我可以補充一個小故事 就是那時候日本人 他們那代有的時候 他們就很善一盒子 但是他們被炸過 然後他就以為說 教你先生有沒有孩子 就在你的街上按下去這樣 他說沒有耶 真的 然後說你不能這樣講 你這樣可能不負責任 就是他一直有這樣說 啊你沒有 如果我在日本 單身的小朋友按下去怎麼辦 他說 他說 I don't know 他說我是沒有炸過 但是他說 他講究我好感 我全身其餘的 他就說 我不知道孩子會不會按下去 但是我已經準備要跟孩子一起面對這個 蠻目創意的世界了 蛤 蛤 他永遠跟孩子站在一起 對 他永遠跟孩子站在一起 他相信那一起來改變 跟著孩子 他跟孩子不是 教你 他是跟孩子在同一個角度 同一個 一個陣線 一起來組織的問題 你第二問題是怎麼樣 台灣的 啊對 我們確實 確實要做 確實要做HRP scan 就是我跟日本環國也在作業 不過這部分還是要尊重compassion 但是 確實就是這個部分是有辦法做出來的 就是Jonathan先生他的那個危機文件是 他不太困嘛 說實在我們要 就是我的團隊就是遊戲設計的部分 是有辦法做出這件事情的 但是就是Jonathan先生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How much is too much? 他說你到底要塞多少東西給孩子 怎麼樣 他說你們當然可以做這件事情 不就是 How much is too much? 你要給孩子多少東西 怎麼樣才會讓他overrun 怎麼樣才能夠那個難捏 那個準 那也不太容易 但確實我們 的確想要做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未來的計畫 因為我覺得 這是 和平正式為什麼在 因為他就是 實際存在在我們兩岸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 我們需要去做解決 然後我們期待很多的危機 直接討論在我們台灣跟大陸之間的 也許 未來真的能夠產生一些影響力 中國 中國 我剛剛講什麼 對是中國 大陸 大陸 中國 中國 好 沒有大陸 好沒有大陸 好 我們跳過這個部分 哈哈哈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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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你不能夠用傳統的 傳統的講授法 我指的是這個方法是重要 就用黑板的方法 因為他是傳遞 知識最基本的方法 就像小的時候 你不可能一開始 小朋友他在還不會一加一的時候 你要他學會使用這樣 也許是有可能 但是一些基本的方法 還是可以教會他 但是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 就是 拉他一加一的時候 老師這個職業可能在未來十年會被淘汰掉 我真的是擔心這件事情 如果 就這樣子 對 如果老師的教學模式還是一樣的思維 就是我要教授他之後 老師很有可能就被圍記版的取消 就是取代掉 很有可能被Google取代掉 但是我相信老師的職業絕對不會消失的 原因是因為 這世界的孩子需要引導 需要一個 不一定是educator 是一個 一個 帶著他方向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回饋你的就是 Adrenaline先生 他在做的事情 他不告訴孩子怎麼走 你就走這個 這一條路這樣右轉之後 再直走 再九轉之後 會到那個地方 他只跟你講說 大概在那個地方 你自己走來看 那他走過一次之後 他自己就知道該怎麼到那個地方 對 所以我覺得 你講的是對的 如果孩子他在 他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傳統的教學 所以我今天想要提供給大家 不是一個教學嗎 他是一個精神 就說OK 那對於這樣的孩子 那你可以怎麼樣去inspire他 就是你可能出一個功課 然後我允許 就像我國中老師他允許 我在上課的時候做的 就這麼討厭 他說老師 PNC對你這個比較好 但是就是他允許我這件事情之後 我的檔就開了 我找到一個東西 然後之後 我慢慢的找到 怎麼樣去控制自己的 然後我有幫你專心的去做一些事 那也許 你在你的教學現場上面可以 想一個 讓這個孩子 能夠 更適合他的一個教學方式 但我知道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要客責自己 我想要說的是這個 我覺得好多老師都好辛苦 看到其他的老師就是 然後他做的一個好酷的事情 然後家長就比較 欸那個 得必頒老師就是 放拉拉你怎麼會弄 然後又跟你講說 你是不是還沒教我 搞屁喔 就直接跟他一樣啊 但是 我覺得最我喜歡 他就覺得比較可 老師比較可的 就像社工比較可的 其實 我覺得孩子的 但是我想到的是 我的想法是積極的 就是我想的不是我只改變一個孩子 我想的是 我又改變一個孩子 大家聽得有沒有差點 就是我不是只改變一個孩子 而是我又改變一個孩子 那就是 你這學也想要改變兩個 他就兩個 你這學也想要 不想改變那就算了 就是你想要先暫時逃離 就逃離吧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角落 只要你的教師魂在 就像我的社工魂在的時候 我在任何地方 我都能夠貫徹我的社工 我想要為弱勢服務的 這一個部分 我想要讓這世界變得更好 他只是用不同的方法 就像你們一樣 你一定能夠找到一個不一樣的方式 去引導這個孩子 謝謝 這個應該是誰 好 座右達人 請坐坐 好 哲宇你好 我對那個破壞者的角色 非常有興趣 因為 我每次就是 結束的時候 來小朋友 我這邊是破壞者專線 你有帶你 有興趣今天五夜前 只要傳給你 然後我會回饋給你 這樣 如果你有收到我回信 表示你是破壞者 因為破壞者的角色 對新正月有剛剛回答到我一部分的問題 就是破壞者實際是參與其中的孩子 那我覺得對破壞者這個角色非常有興趣 因為他們同時提出破壞的要求 可是他們心裡隱約又期待的這個問題可以被解決 超好笑 就剛剛有些人家說 因為破壞者的角色有些孩子應付過來 他一開始的時候就有些 就是 像我這個草童或是武林 有些還是用一個HIM土土 他就覺得好好玩 就是不用負責任這樣 然後 有一個 就是我現在這個破壞者 就是 他就是一個女 他就是軍火商的負食儀 不是負食儀 反正是負總裁 然後 然後 他就後來玩到後來 就是他都不贏我 我說最近沒有什麼點嗎 然後我覺得我想不到就是讓他這樣 然後我就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在這過 然後我也是在引導這個孩子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 然後我一開始我就跟他講 你也許可以怎麼做 然後我的伙伴就提醒了 你不要到處他挺不錯 他自己不會想到這個 你知道他怎麼破壞這個遊戲嗎 超恐怖的 他就是 他真的很可怕 你知道這破壞者 他身上只有八千萬的金錢很少 大概只買了八個部隊而已 他就 我就跟他講說 B股他們裡面那個有點壯 黃岳比伯的手相跟那個國務卿 你會感覺說他比較強勢一點 然後我說 那個經濟部長他就一直在機上 然後看得完那種的部隊 你可以看看 我就只這樣跟他講 他就這樣默默地講給他看 然後這樣經濟部長也坐在那邊 然後那個手相就在那邊收集飛行這樣 然後他就走過去那邊坐在他旁邊 有時候他變得很辛苦了 他就說 就是他們都不理你 那個經濟部長是女人 他說他們都不理你 所以你有什麼想法 然後就土服說 超可怕的 然後超級可怕 然後他就說 你有想過政變嗎 然後他就 我在他旁邊偷聽 他說 這樣是可以的嗎 他說 世界有型的女遊戲 老師不是說 在裡面隨時都可以發生嗎 我說好像也是 他說 然後他們兩個就拖拖罐 然後我們兩個 他就被我死一下 他說 我說那個 老師 那個 是叫哲宇 他說喔哲宇 那個 那個 就是叛變這件事情可以 我說可以啊 然後我這樣 我說可以啊 他說 不過我沒有辦法解釋 你要去問天氣 然後 所以 咚咚咚咚咚咚咚 然後他跑去問天氣 天氣 然後他也嚇一跳 政變這件事情 這樣 但是確實在John的遊戲裡面 好幾次就是 真的有孩子 政變成人 然後就是 然後他就變流亡首相 這樣 可是 然後John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流亡首相 他有講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孩子 就是他也是強勢的孩子 然後大家最後都不喜歡他 就是他在做什麼事情你知道 他就是 把A國賣給他的東西 然後再轉賣給C國 然後再把 這是他在書裡面先 然後就把各國的東西 就是轉賣 然後賺一筆這樣子 然後後來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都把你不誠實 所以大家就排擠他 就不理他 然後後來他決定就是 退出這個遊戲 然後他就做愛譜 然後他就做愛譜 然後John先去做一個電子 就做愛譜 什麼話都不說 我覺得有時候孩子齁 我覺得這跟社工也有一點有關 就是有時候和你家 他不需要你告訴他 他改成的做果 你只要陪著他 他自己就會長出他自己的東西 所以破壞者真的是超有趣 如果你想要加入破壞者的話 我給你多個粉絲 他就跟傷口屁給我這樣 那確實他是矛盾 但是那個孩子就是 啊對這個可以跟你分享 跟大家分享 就是破壞者 那個孩子他跟我分享 他又說 老師我覺得我這樣好矛盾 我說對 但是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讓大家就是能夠更加的 投入這個遊戲 就像這個世界一樣 這世界沒有全部人都跟你是好人的啦 就算我再怎麼樣相信的人 我知道一定有壞人 一定有人想要破壞這個遊戲 然後他們就是用一些就是 你是不是 就是可能就是 就是看起來好像是好人 但是他自己不是在壞人 好去破壞這個世界 但是他說他慢慢就是 他能夠理解到一些東西 就是他 因為他扮演的那個角色 他扮演那個角色之後 他就會學習到那個那件事情這樣子 很希望這個會拿到 然後還是超人去 請說 整個發文就是 不一定要慢 要 好 這邊好 大家 我想問的問題是 你說這一套就是 這個遊戲 它的 主要的核心精神是 空這件事情 然後是近代孩子 那去發生 然後從中讓孩子自己 能夠教育自己這件事 那我想問的是說 這個世界和平遊戲 我想還是照字面解 就是 這個世界和平是 對誰的世界和平 那他要教育的是 什麼樣的一個精神 那因為我想問的問題是說 看樣子這個遊戲 主要是以人為主題的 對世界和平 那如果孩子真的按下了核子彈 那他解決的是人的問題 還是地球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這個遊戲的預設 就看 Jun的沒有任何預設 我完全可以 對我本來想說 我等一下要問一下Jun 因為我不太會回答這位 那我剛剛突然想 Jun的一件事告訴你 他從來不遇上任何事 孩子他就會帶你去 他想要討論的事情 他就像他 就是在軟體工廠的經驗有沒有 有的他是從經濟面切入 因為那段太長 放了小時的討論中 我沒有把他放了 有的好像是從經濟面切入 然後說這樣會造成 就是市場光盤什麼的 有的還是從環保的層面切入 就看他 就他想從他眼裡去討論 就讓他去討論 那WP's Game這件事情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他做 就是他為什麼要叫WP's Game 但是Jun的先他確實有講 他說 這遊戲從來不是要教孩子的WP 因為他自己會引結合 他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 這個遊戲裡面就是 他說 他帶了這數十年來 有一個很厲害 超級厲害 不過 然後他是軍火狂熱憤 所有 然後把他指證Jun的先說 你這個週季非在那射程劇有問題 OK 你給我資料 我再做一點調整 這樣 然後他就是 Jun的先就一直很害怕 他說 因為他太清楚的軍事 他知道怎麼樣應付的戰爭 他知道怎麼樣的戰法 他這個遊戲是確實沒擺證 我們每次遊戲一開始 都真的跟他還是念一順之力 OK 然後在那邊 他的 就後來你知道 Jun的先就是經過整個遊戲 結束的時候說他們Win 他竟然從頭到尾都沒有發動戰爭 結果他就問他 欸我很好奇 為什麼你沒有發動戰爭 或是對你來說 你不是說 他在一開始好像發表宣言的時候 就很說 就是我們每一個round 就會讓這些國際組織都會發言 他說你一開始就有點威脅大家 他說我很清楚軍火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提供你的所有 你需要的東西 就是一副就是這樣 過外地遊戲的討論變鬼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後來他就說 老師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確實我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我經過很多的計算 我經過很多的打盤推演的時候 我知道戰爭是非常不可惜的 看起來 我覺得這好像聽起來 是一個很Miracle的一個故事 但是Jun的先他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很誠 他說真的孩子就是這樣 他說他相信這個孩子 他真的透過這個過程 學到這些事情 不是告訴他說 你必須要世界和平 因為這世界需要怎麼樣 怎麼樣 他自己就是 亂過一個人 就要覺得方戰 他說 而且他不是這樣 就只是這樣講 他就說因為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開發這樣什麼 這樣最後大家是不會影響的東西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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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自己的一個答案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這像我沒想到錯 所以他說空 就是讓孩子自己去學到他想法 你不要叫他想法 他會帶你去學到一些 但是 嗯 引導的這件工作是重要的 所以我才會一直覺得就是 teacher 這件事情我覺得 他有可能被取代的 他完全沒辦法被取代的部分 是在當coach的這個部分 你知道coach這個就是 教練嘛 就是他是一個就是 就是很多害怕狠衝 你不需要教他什麼 但是他必須要有一個 帶領他去正確方向 所以我coach這件事情 必須存在 所以 Jana還是有強調這一塊 他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引導 這樣 但是並不是說 強硬他引導他去 去給我世界合理 而是他是用一個很冷酷的方式 讓孩子去體驗到就是 現實生活 事業當中發生的問題這樣 OK 希望我們這樣我們回答到 我會再問一下Jana 為什麼要問他 OK 好 好那我們今天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那很高興今天 有這麼多人來關心教育 應該怎麼說就是 好像所有的社會問題 我們如果探討到最後 我們好像都會有一個結論 就是教育啊 就是好像都會想要回到 好像源頭就是要回到人的品質嘛 人怎麼樣改善品質 然後就是教育 但是我卻成為一個教育逃兵這樣 就覺得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 但是我是覺得體制內衣真的有很多的 太多的trouble跟問題 然後我想要分享就是說 我後來為什麼會睡不著自己 對啊我就是不要改這樣 就是其實 我遇到一個朋友 他說其實教育不一定要帶來這個角色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因為什麼樣教育 就是教育無他愛於榜樣而已 對很巴途就是 考教證什麼都可以考 好啊 但是這是真心的就是愛 就是你愛 你愛你的孩子 愛 就是愛來到你生命中的人 那這個人不一定是大人小孩 對就像不管你去偏鄉 或是說其實他可能就是 你可能就是一個賣飲料 然後他就是每天來跟你買飲料 你也可以教育他 就是少用 少會 少拿吸管 什麼樣的 其實也可以啊 就是來到你生命中的一種 你只要愛他 然後你樹定你最好的榜樣 就是你相信這世界應該是怎樣的 你就成為你的改 你就成為你想盡的改變 那你用你的榜樣來告訴他 這世界應該可以更好的 對 所以我想要這樣來做結論 那有興趣的話還是可以 大家可以留下來再做一些交流 好 然後我們這裡有個可愛的訓證箱 就是如果眼睛的眼睛太重 或者不想要太虧去 減輕點重量的話 就可以往後 等一下我會有問題 OK 好就是 因為我們不管是來講 或是大家都其實都是移工 然後我們可能需要就是 就是只有 江子盆我們只能夠給他 就是益住一點點的車馬費 所以如果願意的話 就是如果 零錢太重的話就可以 做這件事情 好 那希望每一個興趣 然後寫一寫美食就可以看到大家 然後謝謝大家今天冒著那個 那個空屋的危險 對 待到了這裡 好 那11月28號 我們那個 如果很在意面之前的話 那個有行見 OK 好 預告 對 預告 預告下禮拜是什麼呢 誰來預告一下 因為我也不知道 下禮拜應該是七點禮拜再好辦 那我們的主題是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台灣轉型正義界階段報告 那就是 我們邀請到的獎者是來自民間真相促進會 那所以如果非常歡迎今天的新朋友 還有就是網路上看直播的朋友 就是下禮拜 大家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大家 掰掰來